亲爱的群友们,感谢你们一路陪伴,感恩你们一路帮助,千言万语不如一声祝福,祝愿群里所有朋友,和和美美翘翘亮亮,渐渐看看风风光光,却,就是,许多人,不期而遇,去一起聊天,抛下烦恼的事,用开心所说你我,无所谓帅哥或美女,能相识相遇便是缘分。 珍惜朋友请闻名待他人,时光忍忍一岁月如梭,即使真是擦肩而过,也不要留下遗憾,那些快乐的话,始终难忘记,只因大家,有一个,幸福,家,有事没事常回群看看,带着爱心,带上祝愿,来请你和大家看看,沟通沟通朋友间的情谊,不需要你做多大贡献, 只想让大家在这个,温馨家园其乐融融,罕见的西式奇花,送给最爱的朋友,看到美景者有福,家庭幸福,辐射双全,盛开的花像一张张雪盆大口,这花怎么还长了两只眼睛,究竟是一朵红花,还是一只红色的鸽子立在枝头? 猪龙草,张开网等待绿物,层层花瓣像是舞女的裙子,艳丽炫目,一盏盏灯笼挂在枝上,白色的小花,像一串穿风铃随风摇摆, 紫衣紫帽的小女孩,地眼看起来像只有半,一朵花像是装点过的圣诞树,曼妙深姿的芭蕾女子, 大红灯泡高高挂,裙齐齐在树上的鸽子,提起裙摆羡慕的舞女,一个个白发魔女,修长子身材, 书女花,像一群小猴子聚在一起,这花像两条毛毛虫在树上爬,长得这么开心的花, 一见你就笑,惊恐状表情,有点不开心,也许是要哄哄,一个个小钩子,这个就是白色小幽灵,每朵花里都有一个小婴儿, 太有爱了,像不像一把把打开的折扇,鲜缠半绍的,像真挚的一样,两个跳恰恰的花精灵, 背头大耳的大叔,看上去很憨厚,像穿着大红裙子的小女孩,把棒冰一样的形状, 看馋了,在花丛里捡到了海星,这造型,只能说自然世界太奇妙了,这些美好的事物,是今天最值得回味的事, 最后祝群友们,开心自在,幸福快乐,身体健康,是顺利,快把这份好福气,送给你最爱的群友们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